内地网民不极链鱼 半年前号称家有9位数字的存款 财富全部都是由韭菜提供 还说自己吃帝王鞋 波士顿龙虾 嘲讽网民是肥猪只配吃哨水等等 嚣张原妇的言论引发中路 及后被网民发现链鱼本人钟淑偉 是深圳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 钟根次的孙女 更加揭发钟根次在退休之前 以1200万美元开公司 遭到怀疑在在职的时候涉贪 当局虽然在舆论压力之下 表示就事件展开调查 但经过半年调查结果就拒绝公开 令公众不满 事件持续发酵之下 深圳市纪委监委通报 对钟根次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 发现他利用职权受贿 决定开除钟根次党籍 收缴他违纪违法所得的利益 直到如今 希望他爷爷会为他孙女 能够大意灭亲感到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